德州撲克 然後Russia都很快就破解出來了 我記得當初的那個 Open Base, Chinese Poker,還有那個PiApple 據說都是從Russia那邊破解出來的 他們跟德國那邊也有點相似 就是如果有新的遊戲出來 他們會破解的很快 對,德國好像是學術方面的破解 然後Russia是做軟體的破解 好滿,Russia做一些破解軟體 破解遊戲的軟體好像真的蠻厲害的 你知道嗎,我最喜歡的就是 這種密室逃脫的遊戲 只有在俄羅斯那邊 他有24小時可以玩密室逃脫 然後呢,世界上最好玩的密室逃脫 機關最多的也是在俄羅斯 俄羅斯嗎? 對 對了,上次我記得 Selan去了一個巴塞隆納的時候 玩了一個被綁架的密室逃脫 超逼真 還被那個東西電 被電極方電 對 很疼耶 也太刺激了吧 這個世王還可以拿馬的就好玩了 我發現羅納戰大概一共打了四個比賽 密室逃脫玩了八個 哈 我在台灣也有去玩那個密室逃脫 好玩 好玩 那時候我老婆還大的肚子 我老婆懷孕,我也還去密室逃脫 還有一個地方要爬過去的 對對對 我居然被老婆罵 哈哈 好這邊 Hijackway 我們開解Rack'em'Off 拿到了A10童話的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呃 如果Open被王軍歐運 都還是一個可以輕鬆跟注的牌 我覺得這邊是可以做個加注 四點 兩點啊 沒人嗎?沒人就開不了 好,我們選擇一個令 有大好個人報名的 那王軍以為一對九 他還選擇跟注 所以其實王軍也算是很有經驗的玩家 那如果一些不是很懂短牌的玩家 可能這時候一對九又推出去了 對,我們昨天也看見王軍 做了一個很好的翻牌的FOLD 他是拿了一對A做了FOLD 然後呢,轉牌出A的時候 他那個表情真的非常經典 真的是要叫我們的那個後製 幫他做一個剪接成一段影片 我覺得那個真的非常經典 然後 而且他的FOLD真的是 而且還完全獨出PROFOO手上的牌 對 他說你是Pocket Tense 所以我AA蓋掉 非常厲害 應該是很有經驗的玩家 而且不只這把 後面還有一把 他是S-King 中了三條 然後是在一個 呃 A K 呃 A圈 A圈 A圈八的牌面 然後 他獨出對手 是十溝 雙頭卡順 那 在轉牌中了一個三條之後 他說 check 他的講法是講說 我check 我知道你是十溝 你沒中九我就打你還是什麼 然後中了九 River真的PROFOO中了九 中了順子 然後他的S-King的三條 再turn check River他也沒有做一個Value Bay 因為他覺得對手是十溝 就兩位都跟我排 然後他還說PROFOO的牌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猜得非常準 王軍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在這邊我們合牌 看見Rakamov這裡是拿到了葫蘆 而對方兩家的牌力都不是很強 應該沒有辦法支付給他 在這邊他們兩家都有check過給Jason Kuhn 是發生這樣的一件事情 這邊呢Jason Kuhn他下了一個mine pot注 用86hi在這個面上 那他在這裡是打波就是三條勾 K10的踢腳 那如果王軍在這邊可以做下一個跟注的話 那他讀得非常精準 在我們昨天也有提到 Jason Kuhn 只要在完全沒有攤牌架子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輕易的放棄 他一定會bluff 那當然有時候他有牌的時候也會下注啦 可是他在完全沒有攤牌架子的時候 我目前沒有看他放棄過任何一手 所以他這個下注其實也蠻符合他的風格 那我們就來看王軍王大哥的讀牌是否一樣的精準 哇 抓到了 然後我們的S10反而被打蓋 結果我們的Paki9贏了 又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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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牌丟出去沒有打開 好符喔 哈哈 那我們剛才提到王軍 讀牌非常準 那我們看見這一手牌 他又再次的 讓我們看見 他對這個 遊戲 有一定的研究 所以你看王軍能蓋對牌 然後又能跟對牌 其實真的是蠻厲害 也許我們這樣子來看王軍感覺很像一個娛樂型的玩家 很像一個老闆 可是其實他 我覺得他蠻聰明的 那發明出來這個遊戲的玩家也是一位商人 那他就覺得這裡職業牌手的優勢 比長牌小了很多 對 所以他們流行這個短牌 對 所以他們流行這個短牌 我相信他 在桌上的幾個玩家比起來 他繼續打Post Flop的優勢還是 比較多的 好 好 我們的PoFu 現在開始也是給對手施加壓力了 這邊加住了 5.5個 這個 抵住 PoFu 那這裡看見兩位玩家都有氣牌 那這裡PoFu 暫時是排第二名的幾分牌領先者 好 決勝Qui 其實在短牌裡面 你就會看到大家一直在 做很多很多的Limp 跟我們的長牌其實不太一樣 長牌基本上 你很少看到會有一隻Limp的一個狀況 那也是因為短牌大家 重牌率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大家都喜歡去看到翻牌後再做決定 那這裡在Koen跟著圈石的情況下 PoFu加注到53萬的幾分牌順利拿下底池 那我們的PoFu應該到目前為止 應該還沒有贏過任何的 champion 應該還沒有贏過任何比賽的冠軍 嗯 那我想他應該也非常期待 可以拿下一個冠軍 特別是傳奇撲克的 好 好 黃軍的這個4J是一個很好的起手牌 那Rekamov這邊有可能會主動下注 然後我們看一下Rekamov在這邊 如果出了一個勾 他是可以拿到順子的牌 其實他這個下注策略 就跟剛剛的那個Juston Quinn的邏輯其實是蠻類似的 因為黃軍是選擇在Button直接Check 所以他可以代表任意兩張牌 那Rekamov他的Q牌其實沒有太大 彈牌價值 所以他可以在這邊先試著用一個卡順買牌 來試著打該對手 那假設被對手跟的話 他還有一些成長的空間 對 這個短牌裡面 你跟住 然後呢 坐在莊家位過牌 就打的會像 你如果是長牌的話 這個跟住是個Race 然後呢 你做大忙的位置 就做了一個Call 是這樣的這種情況 所以為什麼他們可以繼續下注呢 是因為 在翻牌前 他們選擇用哪兩張牌進入底池 然後Rekamov運氣很好的 用Garter選擇下注之後 馬上中了一個順子 折起來帶了一個後門的銅花順聽牌 那我們的王君也是 算是一個很會閃的人 呃 他的石鉤會不會在這邊遭遇對手的下注 就有可能 我覺得有很大的機會會直接蓋牌 如果以他的風格來看的話 如果以他的風格來看的話 你叫做你的食物還是買的食物? 我的食物 對 拿著 拿著 那Paul Fua問 Jason Kuhn 就是你自己帶來的吃的東西嗎 他說是 我自己準備自己吃的東西 哦 是Jason Quinn嗎 對 他該不會在這邊 基礎島去外面買菜 他們有可能會帶一些 這種比較健康的賣片啊 或者那方面的 因為這些有幾間房間 是有那種廚房設備的 那這邊我們看見 Rekamov下注為275,000 算是一個蠻小的下注 在61萬的底池 他下注27萬 那底池賠率 讓 我以為王君是跟注 結果王君是做了一個 Race 他用了兩個blocker 做一個Race 那這裡 王君他代表的牌 是有可能應該這裡 是買到了花 或者已經是葫蘆的牌 他演的牌力 比Rakamov手上的順子強 那 Rakamov這邊 他手上是他的top range 所以 在王君後手只剩下 250萬的狀況 我覺得這邊會是一個bluff catch 我覺得他不會就這樣蓋掉 然後River應該會來check 扣王君的bet 那我們看見王君在這裡 有買花 的機會 而且買的也是同花順 那這盒牌 來了一個A 沒有改變任何 情況 那 這裡來了一個check check 那 那 也因為這個Race 讓王君知道對手 手牌的強度 讓他River可以不用去 花更多的錢來看對手的底牌 對 他測試出來了 那 不然的話有可能在這個盒牌 Rakamov有可能再會下一槍 而且他就是變成他處於都一直在猜的局面 那我看見 如果剛剛那張turn不是diamond的話 如果來race 好像會更好一點點 嗯 那如果再來不是diamond來race的話 我相信 Rakamov應該會覺得 比較煩一點 因為他牌就沒有成長空間 那這邊跟的話 因為他童話比葫蘆大嘛 所以買到童話的話 他還有可能贏對手手上的葫蘆 那我們看就是這裡破畫 在槍口位 跟住了一對石 王君選擇A勾跟住 那這把A勾比較意外的是 沒有選擇直接O-in 那A勾只面對兩名玩家的話 是一個可以直接選擇O-in的牌 那這裡三位玩家進入翻牌後 這裡出來A圈7 王君他戰時領先是頂隊的A 那這邊破畫選擇了過牌 王君下週三十五萬 對方兩位都起牌 啊 要給這個假鋪 沒有了 在後面 這個第二萬這個 這個 這個 三十五 五十 六十萬 比賽馬三十五 就應該 應該 沒有啦 慢慢打 會三...會三...會短 沒有 除非我王一直要贏著 我有耐性的 打這個錯 那这打短排和特别是锦标赛的需要很大的耐心 那本来我们这个比赛是应该昨天就打完的 那但是昨天打到凌晨三点的时候 这边还剩四位玩家所以改成13天的比赛 那这边我们看见三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然后呢大家都是有跟住进来 那在这个翻牌后剩了两位玩家我们看一下转排是个K 那在这里Pofua他在翻牌的时候买的是Go 那在这里转排他拿到了顶队 现在是顶两队 KK圈圈10的踢脚 那两家玩家都选择过牌 在这边和牌出了张A 合牌 两家玩家都选择过牌 啊 昨天浪费过牌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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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观众朋友们 我们看不见小牌的原因是这是短牌 所以二到五的牌都是被抽走的 所以牌总共只有36张 所以并不是荷官出老前是因为真的没有小牌 Tan Suan just killed everyone a few days ago 他和那个费 and the fish the two guys waiting on it the rest all lose 那这边王军拿钩石 在枪口位跟住12万 who killed everybody Tan Suan Tan Suan and that one oh Tanded there was a 30k anti short and he came to play in one hour he won 20 million just massacring everyone Live? Li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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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K wow 那在这边 我们的 王军 王军 有一个上升的一个卡顺 那Pofar这边只有9一队 他没有什么成长空间 应该会选择直接盖牌 那我们的Rickmov 这边我觉得其实是有机会直接O-in对手的喔 因为现在底持已经70几万 后手只剩下220万 那这边他的两队 盖是不会盖啦 就是至少是跟住 或是他有可能会直接O-in对手 都是有机会的 那Rickmov在这边选择跟住 那转排带来一张K 那这里给王军多了一个买花的机会 我认为他有可能会继续做攻击 因為他的勾還其實開不太了牌 王軍選擇Check 可是他的牌其實還 這樣看起來是還有一些成長空間的 他有一個雙頭的卡順 還有一張黑桃絲 好 王軍中了我們的銅花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會選擇一個Check Call吧 因為這邊下注的話 他沒辦法獲得比他小的銅花做跟注 我覺得是一個Check Draw Bluff的一個牌 因為在短牌你要中到銅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他這邊有銅花 我覺得是一個他想要Check Call的一個 他的手牌範圍 這種銅花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為什麼在短牌裡面銅花比葫蘆大 雖然是只有一張黑桃絲 可是銅花的行程機率本來就比較低 那我覺得他River 他很痛苦的表情的Check 我覺得就是一個 在讓對手覺得自己很不喜歡這張牌 那的確是沒有非常喜歡啦 因為如果是一張磚塊8可能更開心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一個黑桃絲是一個蠻好Check Call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的Rick Mode應該知道自己的牌 在這個結構上面不是很大 所以可能要試著把職業牌打成Buff 那他選擇下注不是很大 他下注了37萬5000的幾分牌 那這個注應該是打不走王軍的 他這個注的size 應該他也是鎖定了某一些牌而下注 就是對手是沒有花的 就是他只能對於對手沒有花的狀態 在做大概這一部分的牌 所以他也不用投資太多 投機 投機 那這幾個老外都會懂 投機是什麼意思 然後也會記得他們說 No投機 那他們不知道懂不懂抓機 對 投機 投機 So many投機 So many投機 Check Check No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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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earned my lesson Not this table No No RekinBall 這邊在1對1的狀況有一個K7童話 那對手的有效籌碼是30個抵注 No投機 攻擊 Ted bys 那 updated Ted bys Oh really Never seen him ask Yes Ted bys 直接收下距 地址比较好 比较多年久 有很多我们有很多鸟 有很多鸟 我们都被逃了很多鸟 对每个鸟 有很多鸟 像 15鸟 但是現在沒有人再往下 沒有人再往下 王軍直接蓋掉他的A7 他好像知道Jason Coon 有很大的牌的感觉 因为我们有看见好多次 在Cut-Off位的这个玩家 会就是选择用A7的这种牌做个加注 因为他只需要过一位牌手 而且这个牌手是在庄家位的 我们也所指的大忙 一对一的A7应该也算是一个领先的Range 我觉得加注是蛮OK 他就直接棋牌了 神奇的第六感 刚才也看见 资料 所以我们每次资料都会资料 刚才也看见Jason Coon 很老实的把王军老师 放的就是多了一万筹码给他 那这是我们会说在牌桌上会以后有好报应的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积分牌的排行表 这边我们看见Rakamov 暂时是这桌的积分牌领先者 146个前注 接下来就是马来西亚的Paul Foy Jason Coon来自美国 然后呢中国玩家王军 64个前注 大家有问今天还播200万买入的主赛吗 是我们会播 但是呢让我们把这个最后桌 先看完 然后呢我们会直接切到我们200万主赛的action 那这边Rakamov他会选择加注吗 因为其实现在他们的策略 我相信他们有一个一定程度的混合策略 就是他有些大牌会加 有些大牌会limp 我猜他们有可能自己心里有一套 一套自己的策略 可能有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limp 里面有大牌有小牌 加注里面有大牌有小牌 相信他们自己心里都有个规划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 现在我们还剩四位玩家 所以他们的策略在这边 是否加注或者跟注 有可能有改变 哇Jason Coon选择HX直接3B all-in 那他在这里all-in了 有超过70个前注 那看来是Rakamov应该是一个easy call 一共是80个前注 大大的一个all-in对吧 有80 那这边Rakamov做了个跟注 那我们刚刚看到Pofar手上有一张Jack 所以他就打了一个 哎呀 哎呀 啊又发出一个勾了 Paul I'm putting my head down, oh she's doing a click 可是我們的Jason Coon還有一個黑桃的機會 我們看見顯示出來是任何黑桃或者一個鉤可以讓Jason Coon 喔!Jason Coon打破!超車超車再超車 那另外一句中文老外會說的就是哎呀 那這裡不幸看見Rakamov AK輸給了Jason Coon的A goal 那現在Jason Coon是應該變成這一座的積分排領先者 應該就要破一千萬的籌碼了 光頭樓打你可以推 這個叫做好看他折返打很穩的 嗨! 這個海平推啊,什麼錢啊,要破 哇,一錄一走啊 一錄一走 有辦法,有些事都會有辦法 這個可以拿馬力就好啊 哇,那這一把Rakamov算是重傷啊 一個統治對手牌還是被對手操車了 那今天晚上我會陪大家直播到底 對手操車了 昨天最後兩小時是有大亨跟阿彤跟你們做解說 2,2,5 3,5,5 你還要... 3,5,5 你還要... 3,5,5 你還要4,5 4,5 你還要4,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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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王軍有一個Pucket Hands 應該要選擇一個Limp 好,我們的Puffet拿到S-King了 那他有670萬的籌碼 Cover兩家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直接O-In 是一個最簡單的粗暴的打法 他Cover兩家嘛 我覺得直接O-In 呃... 是OK的 那如果他Open 被O-In的話他也是個EC-Cone 哈哈哈哈 F-F YES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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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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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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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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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開始的時候,你會令你癢癢 第一天,我失去10買入,不算太多了 我一直以為,你會不會失去10買入,你會不會失去10買入 Jason Quinn,A6 Jason Quinn的籌碼已經達到差不多是1000萬左右 只要收入,甚至需要6才各做 你會 David Craft,A6 有些觀眾朋友們有問題 以後想看見傳奇撲克直播或者任何信息 到哪裡找,我把來時公司的貨幻 我把這 showed you 10買賠儷 toolbar、课程的結尾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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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 讓它清掉了 要不要再清掉了 它一定會 要多少錢 那一把 多放一 好 所以這沒計势的 沒計势 我看到A 鉤 我想到 這 運氣 看來這一場很有可能 Jason Quinn 會是我們的天選之人喔 關鍵時刻跑贏這種真的是算是非常開心 Rugmob S10 Off 也有可能會直接O in 那他這裡選擇跟住12萬 那Jason Quinn的籌碼Cover 他對手大概剩下30個抵注 那Jason Quinn會來擠壓他嗎 因為現在會有一些ICM的壓力就是 他必須要跟非常非常緊的住嘛 不然他如果在冒風險出局的話 冒風險出局的話他的獎金會差非常非常多 因為現在每隔一名的獎金都是破百萬港幣起跳 對這邊Jackson Quinn呢他選擇加注 然後把A10給打開了 Rugmob建議把鉤跟黑桃的牌都抽走 哈哈哈哈 我又會看見剛才他被A Gold 買到了花然後被擺斃了 然後這邊Jackson Quinn有一個79 Off 其實在短牌的IP位置就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那在對手Limp我覺得加注的範圍可以放寬很多 因為對手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他都沒辦法去跟注太多 而且大家本身Limp就已經太多了 那我覺得在IP有位置 在裝甲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也許可以試著多Race 好一樣的邏輯一樣的打法 在這邊用79 Off 搶下底子 好多三百 差不多 沒什麼輸贏 沒有什麼輸贏 這還沒這 是他贏他不行 我也沒什麼輸贏 哪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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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BALF 正常來說會...一樣會選擇一個LIMP 好 中了一個三條 這邊Paul Foix選擇埋伏然後呢 決定過牌 這邊Rakamoth也過牌 那在這邊結構出來一些有順子的一些牌出來之後 Paul Foix會不會選擇來... 拿一些架子呢? 讓對手有一些久可以跟住 那這裡Paul Foix 下桌26萬的積分牌 沙波哥也有錢的 也有籌碼 運氣運氣 對 運氣 運氣來了 我的運氣來了 來過龍了 他們中文好像越講越好 他昨天打得好 他運氣好 他打得本來就好像很好 不好意思 這邊好像連接沒有辦法發 那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百度傳奇Poker Paul Foix這邊有一個很不錯的七十手牌 那這裡圈石 童花選擇跟住十二萬 那我覺得這邊王軍他的S10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O-in強底次的一個牌 是 因為他可以打對方的Full牌率 在這邊呢 他選擇過牌是打得比較謹慎 那我們也看見 有些玩家在前面位也會用一些 什麼圈圈 KK AA AK這種牌做埋伏 對 然後我們的王軍這邊只有頂隊 在這個890的結構上 他的牌沒有什麼成長的空間 他選擇直接蓋掉 其實我覺得他蓋掉的原因 雖然他是頂隊 可是因為在短牌裡面 要中很大的牌機會 比平常高非常多 那他覺得這個A10 不是有什麼成長的空間 所以他覺得蓋掉 如果他Q10或是10勾 反而我覺得 會繼續跟住的機會 還比較大一點 對 這個面來說 就是比較濕 然後呢 對於頂隊 A的踢腳 有沒有很好的發展 雖然看起來是大了 可是 他沒看到對手的底牌 而且他的牌沒有成長空間 在短牌裡面 如果你只有一個對折 沒有後續的成長空間的話 在絕大多數的時候 大家都會選擇棄牌 那這邊我看見Paul Foix 在槍口位 跟住了一對七 十二萬的積分牌 那Rakamov在這邊 hijack位 他在位置優勢的情況下 他在這邊有可能會考慮 做個加注 繼續的跟 哎呦 王鈞這個10J銅花 算是 很好騎失手牌 他昨天拿這個牌一直在偶贏 可是他今天又不偶贏了 他有可能想 就是 打到這比賽的前三 然後呢 現在正好是 四位玩家 他會選擇打得比較謹慎一點吧 我們看見這邊 Jason Kun也是我們這一桌的 積分牌領先者 他在這莊家位拿到了A10銅花的牌 也是非常強的牌 60萬吧 下組 那他在這邊很希望打 對方這些玩家的起牌率 那我們也看見他暫時 A10 660 是不錯的牌 下組66萬 他選擇打得比較激進 下組為66萬 那現在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就是 王軍會不會選擇 Trackrix All-In 因為這個 1010你要在prefab 蓋 10J銅花你要在prefab蓋掉 其實 因為10J是一個 在短牌裡面非常強的起司手牌 那他跟X-King的勝率也幾乎是五五開 那雖然他現在是被統治了 可是他當然不會覺得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這邊 也是蠻有可能會去O-In的 至少會跟吧 跟一下進去抽一下看有沒有機會 我暫時還沒有看見狗屎在翻牌後發出五張的情況下輸過 對啊 那這王老師這邊他好像對排得有點改決你知道嗎 對 他有時候做的就是不同的決定是他今天有沒有好的感覺 對 那這邊他選擇了跟著 我們看一下翻牌後 我們看一下翻牌後 那這裡發出來是18-6 三張梅花的面 在這裡王君 在這邊他是頂對 那還可以買順的機會 那這裡我們看見 Jason Kun也是頂對 但是他的踢腳比王君老師好 顏色對了 花色不對 那這裡王君選擇過牌到給Kun Kun也是頂先的過牌了 這邊呢王君他現在盈利更高了一點 我覺得王君這邊是個下注的機會 那他現在是買的是兩頭順 那又繼續選擇過牌 因為Jason Kun首先他手上不太會有七的範圍 那我覺得這邊縱使有個雙頭順的機會 我覺得其實可以試著來偷這個底詞的 那這裡王君在合牌選擇下了一個比較小的注 20萬 那他讀的是對手手上沒有很強的牌 可能是兩張AKAQ之類的牌 對 結果沒想到 居然被統治 不過這樣算是輸滿少的 輸得非常少 那Jason Kun Jason Kun他說如果王君他翻牌前O-in的話 那Jason Kun是肯定棄牌的 但是當他已經加注的情況後 王君O-in 他是會跟的 如果他先做O-in的話 好像會好一些 沒開牌嗎 沒開牌啊 他不關你賭啦 走啦我在前面我跟了 溜了 他講走 走 我出去玩啊 沒開牌你先推 那這邊王君籌碼剩下230萬 那底詞已經有30萬 我覺得這邊應該可以直接O-in 對 那沒意思啊 這沒意思嘛 對不對 哎呦 那這裡王君他是 有40個前柱 哈哈 O-in了看到了 看到了 O-in了 看到了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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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O-in一次大概賺30萬 他 積分牌增加了10% 推了吧 O-in了 O-in了 想不想推啊 不是小小推 你推就推不掉了 他運氣那麼好 拼了就沒有了 做了可以拿馬的 我可以拼一拼了 做了沒有了 問題是在這裡 對啊 因為玩家們都會比較珍惜他們比賽中的一條命 對啊 現在每一個名次的Pedron都非常的大 每一個名次都相差了一兩百萬港幣以上 你好 我只想看不到 你喜歡吧 我可以跟他拿來 我可以立耶 bell 黃 烈 есть 鬼 amazing 觀眾 沒有啦,就八萬十六啦,是吧? 對 很快啦 等一下就準備又要漲盲了 再等一等一來 對耶,沒辦法 那其實這把牌,就其實跟當初前面級 把Jackson Quinn跟Rekmove的方法其實一樣 可是我覺得Paul Foad這邊應該就可以試著 主動拿一個K8O在flop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主動來下注來搶 因為對手可能沒有這麼好的牌可以跟 所以Paul Foad基本上還算是比較老實的玩家 有中在打,沒中的偷機其實蠻少的 你去學習嗎? 對 在俄羅斯? 30% 哇! 剛才Rekmove還說了一句30% 蛤?我剛剛沒注意到 他說中文嗎? 對,他好像會說中文 我記得他有一次提過 他的女朋友是中國人 哦,難怪 所以其實在外面打牌的時候 不要以為老外都聽不懂中文 其實很多人都聽得懂,只是他們不講而已 好嗎? 看敢吧 不好玩 不好玩 不好玩了 蛤? 好 最好玩 八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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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八玩 現在我們知道芒柱級別以及森維,前柱八萬,中央家位是十六萬。 這邊有一個後門花,還有一個雙頭順的機會,可是我們王軍是有一個正門花。 我相信這一把應該會有一個兩條街的對決。 這邊,Rakamov下桌二十五萬的積分牌。 Action到我們的王軍。 王軍買花,直接All-in了。 Rakamov這邊是一個雙頭順。 雙頭順的牌蓋掉了。 我們看見王軍在這裡,積分牌又健康一點了。 Rakamov這邊選擇蓋牌,也是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棄牌率。 因為他的牌比較傾向去O-in對手,而沒辦法去跟對手的O-in。 那這裡Hijack Quaid,Rakamov拿到全勾加色的牌。 這邊選擇跟住了十六萬的積分牌。 那我們Action到莊家衛的Jason Kuhn。 他是A10童話的牌。 那這一對一的狀況之下,對手只剩下二十個抵住。 決勝Kuhn應該會直接O-in。 O-in。 這把你一把吃掉了。 那Jason Kuhn選擇激進點,然後打了個O-in,順利拿下底池。 我們看見Jason Kuhn是遠遠積分牌的領先者。 另外三位玩家的積分牌都是差的不多。 再加上現在漲盲漲到八萬、六萬。 其實現在,在這四人做的狀況,在Jason Kuhn拿那麼多籌碼。 應該很快會有很多O-in的牌局會產生。 那這裡Mrakamov,槍口味拿到A9童話的牌。 現在場上唯一會關於A9童話的,應該就是Jason Kuhn跟Rokamov。 兩個老闆是想要拿冠軍的,他們也不關心。 對,完全是chip EV啦。 這冠軍的榮譽就是這兩個老闆Ked。 這獎盃放在家裡也挺好看的。 那在這邊Pofua面對對方O-in的情況下, 圈石是非常難跟的。 Pofua的籌碼是670萬。 他在想說跟了,划不划算呢? 因為畢竟還是佔了他一般的籌碼, Q10OO是不太好跟的。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獎金。 第四名有790萬港幣。 第三名有1044萬港幣。 第二名有1590萬港幣。 而我們第一名有2230萬港幣。 差不多就是個2000萬人民幣左右吧,第一名。 差不多,對。 那我們看見Jason Kuhn是這裡的積分排領先者。 暫時是141個前駐。 910速度。 至少40%。 。 這邊,Jason Kuhn,Hijackway。 拿到了87同花的牌。 跟住16萬積分牌。 Pofua有一個A9不同花。 Negov這個J6應該是, Go6應該是動不了。 好,這一個Flop大家都有一點擊中。 學生Kuhn有一個雙頭順。 Pofua有一個第二大隊子。 還有後門的Nazwha。 那我們的Reckmove有一個頂隊。 這短牌翻牌後很少跟沒有人有任何關係的面。 對。 那經過兩位玩家都選擇了過牌。 Reckmove現在是莊家位。 也是最有優勢的位置。 在這裡手持的是敵隊。 那我們知道在這邊, Jason Kuhn他是不可能放棄他買順的機會。 兩頭順的聽牌在這個短牌遊戲裡面是非常強的。 因為短牌、中牌幾率是長牌的1.5倍。 所以他假設是bug odds相當於是在長牌裡面的12個 odds。 所以都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個聽牌。 這個小型的大隊子。 他在5600萬的底子裡面下注了80萬。 嗯! 它這一個bet在56萬的底子裡面下注了80萬。 他這一個bet在56萬的底子裡面下注了80萬。 就是Koen選擇蓋掉,厲害 那這裡Koen都讚他,下注下得很好 這也是蠻出乎意料的,在這個拿著牌在這邊做了一個這麼大的overbet 非常少看見,玩家,對 對,玩家在這邊,他們的技術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Rakimov在這邊,武器也比一些別的玩家我們看見更多 他會利用他不同的下注量,迎下底池 常常在打牌的時候,偷了一把機之後就馬上拿A了 那確實這裡Rakimov拿Cut-Off位,手持一對A 那這邊我們看見Dealer Button的王軍,他手持一對A,他是A8的牌 那這邊Rakimov,他選擇加注 加注為52萬5000的積分牌 我們的王軍 Kwikov,看到A8的王軍 的能力 每天都凍結